9月下旬,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大通道,新疆兵团第一师十四团塔中沙漠公路项目进入标线和标志标牌安装阶段,预计本月底达到通车条件。 从现场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条公路静静地躺在沙漠中,犹如一条黑色的丑袋沉向天际,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公路起点自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四团,接省到S210线,终点接塔中一号公路,全程136千米。 一直以来,新疆南部通过公路出江,进入内地城市,只能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外围,走库尔勒、京、图鲁班、格尔木等地进入内地城市。 项目顺利关通后,和大大缩紧南疆车辆出江里程。 经过阿拉尔和西进喀什,向东可经塔中、且墨、芒牙,直达青海格尔木、成都、上海,向南到广州深圳成为新一条出江大通道。 这条路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兵团的路网结构。 这条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为我们进出江,真正的缩短了700到800公里的距离。 同时,这条路连接到塔中石油基地,为我们阿拉尔打造石油重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介绍,通知后,不仅可加强新疆与内地的交流,还为打造最美自驾旅游线路奠定的基础。 该沙漠公路附近,由克里亚和流域的京爵谷国,和田和流域的昆港居人部落一致,天鹅湖湿地公园和税湖洋景居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